嗨 大家好 今天新鮮滾熱辣辣 在電視聽到一宗消息 就是有一個家庭的電視幕牆 掉下來 摘死了一隻貓 詳細情況 我就剪了一些片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了解一下 Post 了這個單位裝修之後的樣子 可以見到電視場撥聲應該是這樣 公司還要在Post 上踢了寵物家居 但事件發生之後 可以見到倒塌的電視牆後面只有兩支螺絲 原本掛著電視機的背板 更加疑似一顆螺絲都沒有上過 貓主就批評涉事的裝修公司 未有確保裝修安全 亦未有皺瓦布的離世道歉 而公司為了平息這件事 更加要求裝修師傅向他們賠償兩萬元 貓主對裝修公司 將全部責任推給一個師傅 這個做法相當不滿 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有什麼感覺呢? 如果我個人認為 真是可大可小 這次不幸的就是摘死一隻貓 如果摘死一個人 那又會怎樣呢? 情況就是相當嚴重了 牽涉這個電視機幕牆 倒塌摘死一隻貓的事件 這間裝修公司 他的裝修公司總監 亦有出來道歉 大家亦可以聽聽他怎樣說法 他有沒有誠意呢? 他的道歉 還是在這裡做場戲呢? 大家可以給予一些意見 品味空間設計總監 就在同一晚在社交媒體上上載了一條片 回應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件太突然 客戶並聲稱因為這次事件 有一隻小動物因此而喪生 我們很難解釋到 這個電視機和電視機的長板 為何會掉下來? 我們為客戶清理了單位上的傢俬 並且即時為他安排傢俬重造及維修 但因為當時客戶是非常之哀傷 所以客戶並且拒絕 我們提供上述的傢俬金門 當時我們安生師傅也落淚 並且在實地作出自協 而客戶一方聲稱是 因為賠償金額未達到他心目中的要求 而令到我們談判的部分 沒辦法可以在傢俬層面 或是賠償層面作出溝通 我們時候嘗試和有關公司聯絡 但到目前為止 對方仍然未有回覆 我個人意見 聽下去 他說很難解釋到 為何電視機的長板會倒塌下來 你是專科工程的 一去看都了解 連現在傳媒都報導出來 你只有兩口釘 如果你去現場便去清理這些事情 清理了便算數了 看不到發生甚麼問題 我覺得他一點誠意都沒有 他現在只是說他的員工去到都落淚 那又代表甚麼呢 好了 人家死了一隻貓 很傷心 他又說人家因為賠償那裏達不成協議 他們這方面都提出賠兩萬元給別人 達不成協議 那是甚麼意思呢 是死一隻貓的事主要屈你更多錢 還是人家現在不要你錢 是追究你的責任呢 那是兩回事來的 那你都要講清楚的 現在你出來道歉 其實現在香港這些裝修問題 尤其是我們家庭現在去找些裝修公司裝修 其實真的都挺麻煩的 那我是有親身的體驗的 那好吧 我講講我的過程吧 我早前家庭有些小型的裝修 那例如洗手間和換過一些燈 那有些木門 譬如已經煤了想換過一隻門 那諸如此類 在這個過程中 唉糟了 我才發現問題 一我以前都認識一些裝修公司的 那些裝修工人 不要叫人家裝修佬 那些裝修師傅 那樣 以前那些真的值得是叫師傅的 那但是很無奈 我都年紀大了 那些裝修師傅都年紀大了 那些裝修師傅都年紀大了 有些甚至乎退了休 也有些電話都轉了 找都找不到 那便逼著和朋友打聽有沒有相熟的介紹 那有些呢 就不得閒 說有大工程正在做 要等兩三個月 那好吧 那便逼著上網找 那便逼著 例如去YouTube 或者去那些網上 例如那些什麼Duby 那些這樣的 網上找裝修師傅的網站 就找了很多個 那他一找 便會有四五個會發訊息來的 好了 那我又給大家一些資料 有些呢 就真的我不敢說 合不合理的價錢 那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那其中一個 在裝修平台那裏找的 那他發過來 安裝一個洗面盤年櫃 記住啊 只是人工 不包料 那櫃啊 所有的喉管 料錢 是另外計的 他只是人工要五千五百元 那這個我不敢批評 合不合理了 為什麼我要剪出來發給大家看呢 因為他 免得看到他那個裝修公司那個 那個標誌 他有的 那對他不公平的 那我亦都不肯定 人家貴還是便宜 這個你情我願 我覺得就不是什麼問題來的 只是給大家了解一下 裝個洗手盤年櫃 不包料 五千五百元 好了 裝修平台 亦有些呢 和我聯繫呢 就是他亦都是不包料 只是人工 就千八元 就和你搞得妥妥當當的 那這個呢 那我也尚算是合理的 好了 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我就經過和師傅 在那些平台發訊息 來給我的師傅 溝通啊 聯繫啊 那麼兜兜轉轉呢 就找到一個呢 就幾合理的 譬如他就會說了 今天來 是做幾多樣東西 那麼他呢 有一次呢 就收千八元 那麼另一次呢 只是和我 換下一個燈掣 就大概是換了兩個燈掣 然後呢 還有調教過呢 我那些木櫃啊 木櫃那些門教呢 就有點鬆了 比較鬆 那麼他就和我調正的那些木門 就是調正不會說撞到啊 啊 山門比較容易啊 啊 山門呢 那條縫會比較好 那麼就收了千六元 那麼大概是這樣啦 那麼和呢 裝了一個玉櫃 那玉櫃呢 那他呢 那他也是收千八元的 那麼但是問題就來了 那麼他和我調教的那些門呢 那麼和裝的玉櫃 那一天裝好 他就走了了 那麼誰知道我就發現呢 就那個 那個 調教的那個門呢 就有些呢 是高低的 那麼和那個玉櫃呢 就有少少 那個玉櫃呢 就有少少呢 就滲水 那麼當時呢 那麼我也承認 我不是完全沒有錯的 那麼就是試水的時候呢 就發現不到的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麼好了 到他走了的時候 當日我們都不發現問題的 是沒有東西的 那麼但是第二天了 第二天呢 那麼我們就打開那個櫃 看看 咦 為什麼那個櫃下面 有些水滴的呢 那麼就發現原來呢 在那些喉管裡 有少少滲水 那麼就打回電話給他了 原來他說 你當時不發現 他試好了給我們 那麼其實說真的 真是相信他了 那麼我也大意 又不要說不認 那麼他說 如果他要再來呢 就要再收一天工的 那麼我就 好像以前 當我是舊派啦 那麼我以前 是這些當首尾的 他說不是的 試好了給你 因為我離開了家 走了之後 再來就要收一天工的了 那麼我都無奈 跟著我說 給你車錢 或者我開車接你 或者給你幾百元工 你行不行啊 他說不行啊 都是要計一天工 那麼這些都沒得爭的了 難道你逼別人來嗎 逼不了的 所以我等大家了解一下 現在找裝修師傅 真是那個釜放了 亦都希望趁這一次機會 跟大家分享 日後呢 如果大家 觀眾朋友 找裝修師傅呢 都要注意一下這個情況了 我不可以說 個個都是這樣 但是都要注意這個情況 和裝修師傅 溝通清楚了 有什麼首尾 後面 萬一發生什麼首尾呢 叫他來 是怎樣計算了 其實之前呢 我都發放過一條影片 但是呢 沒有什麼觀眾注意了 我都有說過 現在我們香港人 最討厭哪幾個行業 我亦都有提過 是裝修佬的 是這班裝修人的 那為什麼現在這些叫裝修佬呢 我講一下我在這個過程 我早前的裝修 小工程的過程裏面 了解到 其實現在那些 如果真是有料的裝修師傅呢 他一般都做些大工程 大裝修 就已經有些設計公司 承包了他們的了 他就不會和你做這些 濕濕碎碎的 他做的承包工程呢 是更好穩的 那現在做這些出來 賺你一千幾百 那多數是那些呢 我都不敢肯定他們有沒有牌 那他們那些呢 就是和你裝一下電製 裝一下燈 做一下小工程 弄一下水喉 那他們收你一千五六塊 一千八塊 一日不等 那看你遇到那個師傅 開什麼價錢 好像之前那些 開五千五的也有的 那好了 那他這些呢 就是真的 喂 是不是真是半途出家 夠不夠了呢 如果你叫他做個大工程 他行不行呢 那我就試過有個朋友 個店鋪裝修 就是來和我做小工程的師傅了 那我打算關照他 我問不如你去打架 你看看接不接來做呢 他說他不做的 他說當然我做這些 每日收回一千幾兩千元 那還好 他說做那些 這麼複雜 這麼麻煩 那我說你 你是不是不懂做啊 那他當然不會說他不懂 那另外一樣呢 就是很多這些 裝修人 不是 不要叫他裝修佬還是什麼 這些裝修人 根本就沒有資格做師傅的 那他們就有些真是拿中援 或者是住公屋的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欺騙的 那他的收入呢 是不可以過了超乎那個 超出那個收入的嘛 他住公屋 或者拿中援 那他就去接這些這樣的 我們這些這樣的小工程了 收你千多兩千元日 千多元日也好 兩千元日也好 那他就不報稅 什麼都不報的 他收現金嘛 那他代賣代賣 那他就可以繼續住公屋 或者繼續拿中援 現在香港呢 有沒有好的師傅呢 我覺得是有的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問題呢 就算在現在工業上 是吧 很多地盤啊 近這三幾年 真的發生的意外 真的 真是不少的 那其實我覺得呢 其實是人的質素問題 現在人的質素真的差了 你用了那些人 喂 不負責任 喂 功夫又不夠 錢他就要收足 好了 有些首尾事 以前啊 叫他回來做 別人一定肯的 是他自己的錯的 現在那些人不認錯 喂大哥 回頭和你做回要收錢的 哇 你說我要收回車錢啊 是吧 幾百元 拿回車錢 那我都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他收回一工人工 唉 那我都無話可說了 所以呢 現在真的 香港人 日後呢 別人說以前啊 喂 要認識一下律師啊 唉 認識一下 一些法律界人士啊 認識醫生啊 那就最好了 現在 最好就真的 不只要認識這些人啊 還要認識警察啊 唉 還要認識一些裝修佬啊 那你就真的可以安居樂業了 現在 而且你真的 我們現在 譬如家庭有些什麼小問題 啊 例如漏水啊 有些什麼 找人家裝修一下 小型裝修啊 真是找師傅 真是挺困難的 你還想說要找個好的啊 哇 負責任的啊 又要又要 真是愛惜你的家的啊 愛惜你的家庭的家師的啊 大哥啊 我的師傅來跟我做啊 上一次 他的工具啊 就這樣丟在我的洗衣機上面啊 逼著我拿一塊布鋪給他 你還要看著他做事的 你是硬的 以前來幫我裝修 幾十年前啦 一提到 裝修師傅 需要你瞭着他的嘛 怎會擔心他把尺端比一下 我還講遺了啊 裝我的門教啊 就這樣 拍攝到你 安排切屋 不用篤位置 不用篤赤的 他說不確定的喔 我还要求他 我师父盆当 帮我量整齐点 我好看点,拜托你 真的好像要求他这样的 那好了,我分享到这里了 老气就真的老气了 但又怎样呢 但人都要,算了 很多东西看开点 好了,祝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拜拜